明仁 氣球 哈囉這是明仁氣球的教學頻道 我是明仁 那今天呢我們也要來教 李士尼吞吞的桌上擺飾版本 給大家 那我們用到的材料呢 請看 用到大概是一半的長度 一整條大概灌到一半就可以了 那 預留的長度大概是 兩個手掌寬 OK 那我們第一個捷炮呢 它大概是 男生兩個手掌 左右的大小 女生大概兩個手掌 再多兩隻組左右的大小 OK 第一個捷炮 可以把第一個轉起來 第二個捷炮在做的時候 記得小細節 把它夾一下 好 拉出這個 我所謂的 延長線 然後把它拿過來 然後轉一個 稍微比較小的捷炮 大概是一個手掌 左右一點點 好 剛剛第一個捷炮的這個 吹嘴打結處 把它拉過來 這邊把它做結合 好 接下來我們灌好的160的長度呢 因為臨時找不到完整的 我們就用一半 不到一半來使用 還是可以 我們一開始呢 先轉一個 兩指補的捷炮 然後再轉 兩指補的捷炮 然後把它轉一圈 一分為二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 從側邊繞著這圈 最後結合在熊耳結上面 好了之後呢 我們剩餘的這個 646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接下來我們260的 我們大概 大概有 大概有 三十 三十公分左右 好 就可以使用 好 那我們首先的一樣 要先做它兩個 手的部分 手的部分呢 我們上一次視頻有刷過 就快速的帶過 手的部分一樣 打一個交叉 打兩個平結 變成死結 三個視頻有講過 有蝴蝶的地方 然後把它剪掉 就是它手的部分 如果 講求方便的話 就是做在一起 那 如果你要讓它有一點 距離的話 會比較還原一點 好 我們會用到的 就大概是 一個手掌左右大小 轉一個結炮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會用到的 那我們剩下這邊呢 就可以把它 去掉了 這個把它綁起來 另外一邊也一樣 把它綁起來 接著從它的頭頂這邊 穿下去 把線拉下來 把線拉下來 砍到在上面的熊二節 重量 打開 在我們 打開 pensar 刃 會 打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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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上就是我們迪士尼吞吞的桌上擺飾的做法 那通常桌上擺飾的話我們會黏四隻腳 以上是我們的氣球的教學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麻煩按讚並且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喔 謝謝大家